卫生部指出 患者和家属给予的反馈 不会直接用来评估护士的表现 不过如果发现护士在一些方面需要改进 负面反馈仍会对他们的评估有所影响 卫生部兼律政部高级政务次长拉哈尤马赞 在回复议员提问时说 在对护士进行评估时 会依据护士的整体表现 像是是否提供及时优质的患者护理 展示领导能力等 由于护士从事患者护理工作 因此还是需要考虑患者和家属的反馈 如果负面反馈属实 多少还是会对他们的评估有影响 但不会是唯一的考量 如果它影响到工作和表现 我们必须要进行 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关系 如果它真的被询问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变 这必须要进行 在谈到卫生部将如何吸引 且留住新外籍护士 拉哈尤玛赞说 卫生部正同人力部密切合作 继续探讨包括弹性处理工作准证的可行方案 以及受抚养家属居留本地的问题 同时确保护士薪资保持竞争力 而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限的 感谢观看